上班总是坐着一面打字一面盯着一幕看 劳工难免都会加班 劳动部治安署邀请专家学者讨论 认为一个月加班达到80个小时 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本来可能10年后他才会得到触发脑心血管疾病 但是因为工作负荷的压力让他提早触发 可能提早5年或者提早2、3年 这种我们就可以认定说 我们把它认为是职业病补偿的范围 治安署参考日本现行标准 以每月工作176个小时计算 超过就算加班时数 过劳治病的劳工 发病前一个月的加班时数超过100个小时 或发病前2到6个月内 其中一个月平均加班时数超过80个小时 就认定过劳跟发病有极强的相关性 没有办法休息的状态或是保持高度的心觉 那其实它一直在我们的神经系统 一直在处于火化的阶段 那不停地刺激你的心脏 这样的话心脏血管疾病 的确它的增加几率蛮高的 医师提醒工作一个小时就要休息10分钟 避免过劳导致疾病 治安署也公布标准 让劳工在加班之余 也要留意是否超出身体负荷 杨广新闻众好报道